攪拌就可以了 不用太誇張 不要攪拌到邊汁就糟了 這樣就像米飯就可以了 半湯匙生抽 讓它有豆香味 在鍋邊拿 這樣會比較香 現在可以在機盤上 就可以了 先兜一下香 很香 椰菜花12元 很漂亮 那邊買過 椰菜花12元 我是豬肚大家好 剛剛也看到在街市買椰菜花 椰菜花跟我剛剛拍完的 花菜和福花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比較實身 它跟福花和花菜 它是比較實身的 如果福花和花菜 疏一點 和散修修的 兩種花都好吃的 看你喜歡吃哪種 12元一斤 買了一個剛剛好一斤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椰菜花當飯吃 椰菜花當飯吃 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它的含熱量 只有它 真的米飯的五分一 所以就非常之好 這個很簡單的做法 馬上做給大家看 好了 買回來 我們都要先洗一洗 切開一塊塊 因為它本身 這些十字花蕾 可能有些蟲子 躲在這裡 我還沒見過 但是還是要這樣 將它 放進去 一塊塊 洗淨 浸泡五分鐘 一個湯匙 浸泡五分鐘 然後有蟲子 便會飛出來 盡量避免叫爛 好 這樣可以 等它浸泡五分鐘 再跟大家說 在浸泡椰菜花的時候 我們就介紹一下 今天的材料 其實真的很自由配搭 如果你想吃素 就不要放帶子和蝦 我雪櫃有蝦 我就拿幾隻 有帶子仔的 我又拿幾隻 清水浸軟 吸乾水 然後晾乾水 就可以了 我就去買了少許煙肉 這隻煙肉做過很多炒意粉 已經買到十八個多 以前是十三個多 開始吃的 切些下去就可以了 炒出來 有些香感 切開就可以了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煙肉 好 簡單 我上次炒星洲炒米 那些三色椒 現在每樣拿一塊 黃色吃光了 拿綠色和紅色 很方便 切到它一粒粒 因為一會兒炒飯 我也是粒粒 所以不要切到這麼大粒 細細粒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因為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不想這條片 十幾二十分鐘 就變成不好 所以我就做好些 其實這樣的 逢是拍我們YouTube片 很多時候他們都說 越長就越好 因為越長的片 就可以由YouTube建議你們看 即是說 打出來十幾分鐘 因為它賣廣告比較好些 但是你們知道 我就算拍這條片 三十分鐘 我都用四五個小時去剪 讓它漂亮 讓大家看到 開心 我不想這樣 我不喜歡這樣 如果你看看我的片 都知道 我是用這個態度去做事 另外 我就買了一些雞腿菇 雞腿菇 六元有兩條 這些就是雞腿菇 大家看到 我就切一點點 其實當然是用白蘑菇 一來我買不到 二來就很貴 現在就這樣切開一粒粒 就行了 當它跟飯一樣 有一點點香味 其實沒有也可以 冬菇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家裡有什麼料 不是說 他要這樣 你就要這樣 他要這樣 你就要這樣 不需要的 最緊要是吃一口 簡單 又衛生又乾淨 又好吃 當然 煮出來一煮菜 就不行了 好了 材料就介紹了這麼多 這些蝦和帶子 就用一點點鹽 給它一點點味 讓它有一點點鹹味 因為我都不會加很多味 OK 讓它醃一下 醃一下 處理好之後 我們要開始預備調味 今次因為我不加雞蛋 很多時候炒這個椰菜花 當飯吃就加兩隻雞蛋 其實我炒過的 我真的不喜歡 不然我就加黃薑粉 黃薑粉有個好處 有黃薑素 其實我用黃薑雞 咖哩黃薑那些做過了 我不加那麼多 半個茶匙的黃薑粉就夠了 因為給它一點色素 而且真的有個好處 沒有味道 這些醃鹽拿過 放半湯匙的生抽就夠了 千萬不要多 但是要帶動蝦 菜味 我都要放半個湯匙的糖 讓它帶一點味道 待會我們淋拉屎的時候 就會放一點生粉 帶子和蝦 又是半個湯匙 預備拿一下就夠了 很簡單 最後再放一點鹽 讓它有一點味道 咦 味道 這個就是我基本的調味料 一斤的椰菜花 真的不是太多 浸了鹽水 我們先沖乾淨 否則鹹到死 你看一些鹽 你看一些鹽 我們沖乾淨 沖乾淨 這樣沖乾淨 這樣沖乾淨 瀕乾它過來做第二個動作 有攪拌機 就用攪拌機 這個攪拌機 非常之好 幾十元 我這個又買了第二個 貴了幾十元 都不用一百元 現在這些很便宜 攪拌它 沒有的就慢慢切碎 你說切到幾碎 其實很容易切的 或者刨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不過現在都要買一些 很多時候都要用這個機器做很多 攪拌肉 我很喜歡攪拌肉 以前的新鮮肉 就經常攪拌 現在的新鮮肉 就是要買急凍豬扒 攪拌 攪拌就可以了 不用太誇張 不要攪拌到邊緣 就糟糕了 像米飯就可以了 攪拌好之後 就可以倒出來 預備了 一斤就是兩碗 炒飯就可以了 我就不想攪拌得這麼爛 慢慢 OK 大粒一點 有它吧 少許就不要緊 好 再攪拌這些 再跟大家說 攪拌好了 一斤就這麼多 大家要知道 如果份量 因為你再加上這些 青椒、菇、肉 你就知道多少 所以不要眼闊 肚窄買得太多 你炒過一次就知道 一斤就OK了 好 馬上炒了 好了 首先 倒一個湯匙的油 爆一下 蝦和帶子 這個油瓶真的非常好用 我也覺得 開火 很簡單 剛才我不是說 放一些鹽 然後現在要用一些生粉 因為我想它脆口 乾身一點 蝦和帶子 讓它燒紅 不斷煮 讓它乾身一點 因為鎖也不乾 又加了鹽 又會出水 OK 放下去 先煎一煎 帶子和蝦 其實帶子和蝦 煎一煎就可以了 因為待會再要翻一盤 很簡單 再煎一煎 這隻蝦29.9 是維康買的 不是八戒那隻 是藍蝦 可以的 其實我要來做湯 這隻蝦 很簡單 這蝦多漂亮 待會再炒一煎 這真是煎 先煎一煎 其實我很不喜歡 炒完又煎一煎 炒完又煎一煎 但有時海鮮很難說 做吧 照做吧 鑊就不用洗了 我這麼爛的人 再去洗鑊就大鑊 我的鑊也算不錯 先煎一煎 好 現在的時候 再加一點油 做什麼的呢 我們首先 爆一下黃薑粉 因為爆過黃薑粉 特別出味 再開 爆黃薑粉 少少而已 爆一下很香 你看到 嘩 嘩 很棒 好 接著加這些菇 這些雞腿菇 兜兜它 很香 乾身 好 好 現在呢 我們可以加一些煎 煎 煎肉因為有油 你看到乾身不夠油 要放進去 幫助一下 這些油份 要不然 又可以加少許油 因為我有這個油會 我逐少許 加油 會好些 甚至我噴油也可以 噴少許油 那就肯定不會多油 爆香 這些煎肉 嘩 好棒 好香 好香 好了 好了 現在呢 這些椰菜花 就放進去炒 因為有黃薑粉的關係 就不用加雞蛋 要不然 沒有色白色 沒有人 但是呢 太多黃薑粉 黃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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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就不行了 這樣就炒開它 我不是很喜歡 濕粒粒的 你看現在真的好像炒飯一樣 所以我不會加水 它自己自自動動就會 要蒸發上來 這個要慢慢炒才 不用緊張 對 很漂亮很漂亮 真的好像在炒 雞蛋炒飯一樣 這些全部都很香 我不喜歡放蒜頭 因為黃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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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表面上, 最后放在表面就更漂亮 放在表面上, 继续炒 又有水分, 出了, 红青椒 放一只鸡蛋, 黏黏黏的, 不正 现在这个好些, 先煎一下, 很正 这个炒饭真的不错 有很香的味道, 浓郁, 很漂亮 旺感感, 女士真是喜欢的, 很坦白说 女儿, 老婆, 经常都说, 吃这个不吃饭 我都喜欢, 没办法啦, 是不是 但如果你说, 大男人在这里, 吃也不饱 不过他真是健康的 好, 放这些虾带子, 先翻盘 其实不放也行 你们不喜欢, 吃素的就不放 我当然要放, 没东西吃有没有吃 哇, 正, 什么都齐了 好了, 现在呢, 我放一点点糖 为何我要放糖, 带动所有的味道 这是我一向的习惯 可能不合都没顶 如果你不喜欢放, 就不要放 不过我就觉得会是这样 这些是阿妈, 从小到大都告诉我 然后, 盐巴, 不放也行 这个盐就是咸味 好了, 基本上 好了, 现在就放半汤匙的生抽 让它有豆香味 在锅边下, 让它更香 OK, 现在可以基本上就可以了 先炒一下香 哇, 好香 哇, 好棒 刚才不是说, 还有少少绿椒 红椒, 现在放进去 就立即炒, 就立即上来 好, 炒一炒, 立即上来 因为它更香 好, 马上就拿过来 好, 拿过来上 好, 拿过来, 拿过来, OK 拿过来上 你看看, 记住, 炒透一点 因为在街上不好吃的, 因为炒不透 因为你知道, 有时在餐厅吃的 一个个人做法 有一些炒几炒就算了 但是炒透一点 你看, 多漂亮 这个, 哇, 这个 椰菜饭 即是说, 没有饭 真是正 椰菜花当饭 你放什么都可以了 放一点黄姜粉 好, 让我盐巴再和大家说 搞定了, 搞定了 哇, 见到都想吃 心情都好一点 见到这个 无饭 无饭 夫妇 真是正 我自己说的 亂说的 不用用米的 不用用米煮整个饭 真是很漂亮 这个 即是比我炒的羊洲炒饭 虽然这个羊洲炒饭 是80岁师傅教我 但是这个 我也是这样学来的 多好, 多漂亮 颜色又漂亮 真是没得受 下几只虾 下这些带子就可以了 其实冰箱有什么 就做什么 不用太执着 这个黄姜炒饭 黄姜粉不要太多 黄姜粉是不辣的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有些人炒米粉 又加黄姜粉 因为有些人不能吃辣 如果你吃辣 就不用加黄姜粉 我刚刚那个 星洲炒饭 我很开心 在Instagram和Facebook 有超过十几个 我放了两个 不好意思 其他我陆续放 希望有时间 这个很棒 不用用米炒饭 椰菜花炒饭 很棒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 大家好 我最近在Instagram 收到很多相片 这里是一小部分 我即将会在Instagram 搞一个贴堂活动 大家快点来follow我 给多点相片我 多谢大家